镜头转回台湾中华邮政日前陆续有油务室跟窗口人员确诊 今天再爆出一名还没有打疫苗的台北邮局员工也染疫 这名技术科规划服务长在22号上午身体不适到医院筛检之后确诊 目前感染源不明 不过他是内勤人员并不会跟民众有所接触 现在是已经紧急匡列了职场的6名密切接触员工 在今天接受筛检 中华邮政不久前才陆续有油务室窗口人员确诊 没想到现在又传出还没施打疫苗的台北邮局员工也染疫 真的假的 我不敢去 做好防护就好了吧 对啊 待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一听到邮局又有员工确诊 民众难免有些担心 不过根据了解 他是内勤人员不会和顾客有接触 22号上午台北邮局技术科规划股长 因为身体不舒服 请驾到医院进行PCR筛检 当天晚间得知确诊 卫生单位立刻将他送到建坛安心检疫所 不过目前感染源不明 而和他有密切接触的其他6名员工 也在23号安排筛检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这名确诊员工是异地办公成员之一 目前除了完成环境清销 确诊者办公室也会停班三天 除了职场匡列的6人还有5名密切接触者 总共11人都医治防疫旅馆进行居家隔离 不过确诊员工的生活单纯 每天骑机车上下班 却还是不幸染疫 到底感染源为何还有待调查 这里要请林小贤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